会唱歌 能对话 人型机器人模仿人类为妙为笑 我在这里做出任何表情 它都可以完全模仿我的表情 做出相同的表情 应用场景在拓展 技术难点需突破 人型机器人何时能到我们身边 可能是轻轻的车 或至少轻轻的车 各位好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视财经评论 欢迎各位收看 今天我们关注的是 人型机器人的应用与发展 机器人被叫做 制造业皇冠顶端的 而研制人型机器人是机器人领域的一个重要的目标 目前特斯拉小米等很多国内外的企业都宣布推出了人型机器人 那么人型机器人的应用场景有哪些 未来能够撬动多大的市场攻坚 今天演播是请到两位嘉宾一起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来做个介绍 分别是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吕本复先生 欢迎吕先生 另外一位是央视财经评论员刘哥 欢迎二位 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看 人型机器人到底长什么样 到底都能做点什么事 人型仿生机器人邓丽君唱起歌曲《我只在乎你》 爱因斯坦给观众进行讲解 肢体动作唯妙唯肖 这位根据研发工程师长相复刻的仿生机器人 还能通过摄像头学习模仿真人的动作表情 在我面前的这个机器人 它就可以做到一个动态表情的实施捕捉 就是我在这里我做出任所表情 它都可以完全模仿我的表情 做出相同的表情 那么除此之外 它还可以做到一个语音交互 一个情感陪护 科普教育等等这些功能 其实现在任何人都可以按照它的长相 可以做一番就是它的科路人一样的 EB机器人出来 不仅有可以复刻人类样貌的人形机器人 更多企业也接向于研发 看起来科技感和未来感更强的人形机器人 小米发布的这款人形仿生机器人CyberOne 具备完整的三维空间感知能力 既能看得到也看得懂 可实现双足运动姿态平衡 机器人大致分为工业机器人 服务机器人和特种机器人 人形机器人属于服务机器人 目前国内人形机器人产量 大概仅在100台以内 已经落地的场景 除了服务导览 展会表演等 也已经在海外市场实现了端咖啡 饮料售卖等基础服务工作 承担一些基础的服务工作 包括我们在短片当中一开始看到的 还能唱歌 但是可能很多人就有疑问了 就这种应用是不是有点太简单了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应用 是不是能够在我们生活当中 真的用得上 真的不可或缺 机器人有异性机器人 还有人形机器人 这个人形机器人刚才唱歌的 对于那种怀旧的人 可能还是有功能用 对于爱因斯坦来说 我看过去早见不到真人了 忽然见到半个真人 也觉得好像有一点 感觉 但是真正的人形机器人的 最大的应用 其实不在这个地方 应该是一种互动 能够和人类进行互动 有情感的交流 有半培的服务 那才是未来的主流方向 它里面有很大的因素 实际上是人类的好奇心 就这件事情 我们一定要完成 而且像很多的这些 包括马斯克 现在不是也要再干这个 雷军也要再干这个 大家觉得因为它在制造业 和科学技术的角度来说 是一个很难完成的这样的一种任务 是个集成性 一个集成的 有大数据 人工智能 然后机械 机械和自动化的 所有的这样的一些 所以我要把这件事干成 所以在1927年的时候 锡屋电器 其实锡屋电器在那个年代 电计划刚刚开始的年代 就和现在的苹果加谷歌一样 是这样流的公司 它就开始做了人形机器人 当时已经可以拿起来电话精筒了 过去人形机器人 可能只能完成十个动作 八个动作 它有固定动作 现在不是 现在有的时候可以无机变速了 听没有 可以一万个动作 连续就是无机变速 而这里边就是智能化的进展 当然也要求它的机械的部分 要跟上 刘先生觉得这些大企业 看好人形机器人背后的逻辑是 我觉得它有很强的象征意义 就是说我的企业 我能够在人形机器人上面 如果去建立我的权威 或者我能够走出第一步 那么它代表了我这个企业对于科技发展的这种水平的这种掌握程度 我们可能较为可以拉长时间段来看 就是这些特斯拉呀小米呀投作人形机器人 他们的背后逻辑在哪里 我想有两个东西 在全世界 一个是老龄化 老人的问题 还有一个照顾的小孩的问题 一老一小 那未来呢这两部分需要半培的时间是很长的 我们中文要有孝心 小孩要有妈咪帮他唱歌什么等等等等 那么这两类的需求 大概是 当然时间段是多少我不敢说 应该是催生人形机器人 一个长远的愿景的一个最主要的动力 您刚才说到需求 我想到了刚才短片当中提到了一个数据 说国内的这种人形机器人的产量 每年才有一百台左右 既然需求这么大 为什么数量这么少 不是现在的需求 注意啊我刚才说有个拉招时间段 技术速度完全远远达不到 你比如说现在 国内你现在有一个东西 又不是一个统计数据 600万人在听小杜唱歌你知道吗 老人啊600万人在听小杜天天对话唱歌 那如果有个人形机器人 而且不仅会唱歌 而且可以拉着手互动的 甚至跳个舞的 那需求多大 虽然这个人形机器人在应用场景上 大家在不断的在探讨 但是在资本市场上 大家的热情还是很高涨的 有数据说最近三个月 机器人板块的指数 累计上涨超过了50% 那么目前机器人产业链上的 核心技术和零部件的发展情况怎么样 市场需求究竟有多大 再来通过短片来看一下 人形机器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化构造 简单来说呢 它既需要一个聪明的大脑 也需要一个灵活的四肢 目前对于研发人形机器人的整机厂商来说 机器人的大脑 也就是像AI交互算法等等 基本上都是自己研发的 但是呢 对于它的肢体就需要好的零部件来加持了 那么和工业机器人一样 四伏电机 减速器和控制器 同样也是人形机器人的核心零部件 斜拨减速器是机器人控制动作精细度 最重要的部件 也是机器人生产过程中 成本占比最高的部件 此前 斜拨减速器主要依赖进口 而近年来 国内不少企业也具备了一定的生产能力 到去年年底呢 我们整个公司的产能 现在能达到一个年产30万台个水平 预计呢 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 我们能达到一个年长50万台的一个生产能力 业内人士表示 与工业机器人相比 人形机器人的关节更多 每个关节都需要对应的电机和减速器 部件需求量的增加至少是10倍以上 如果人形机器人的市场爆发 斜拨减速器的需求量也将大幅上升 如果说那种大型的人形机器人都做出来 然后自由度都特别高 如果我们以就是全球出货量 能有一个50万台去计算的话 那么整个这个减速机 斜拨减速机的市场空间 就能提到150亿 目前 中国已成为全球机器人最大的应用市场 根据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 2022年 中国机器人市场规模将达到近1200亿元人民币 5年年均增长率达到22% 预计到2024年 中国机器人市场规模将超过1700亿人民币 刚才短篇当中提到了一个零部件 叫斜拨减速器 用了一个词说是成本最高的一个零部件 而且好像还是挺重要的 在这个人形机器人当中 你像我们这个人的关节可以无限的移动 机器的关节怎么移动 一个是加速器 一个是减速器 你快的也不行 慢的也不行 所以这个减速器这个环节 就相当于人体的关节一样 但是这个减速器这个学问就大了 待会儿刘先生可以详细解释 为什么叫斜拨减速器 它有两对齿轮在互相运动 像一个波形一样 所以其实这个技术在47年就有了 而且这个技术为什么是高科技呢 那要求的精密度很高的 你想就像人体关节这样运动的 那种机械部件的这个精密度 当然是很高的 某种意义上来说 它就相当于这个芯片一样 它是这个机器人的核心技术 当然机器人核心技术 还有一个智能化 它脑袋也要思考 它学人嘛 都在思考嘛 这两个部分 减速的部分 减速加速的部分 关节的部分 还有它思考部分 应该是机器人两个最核心的东西 那个斜拨减速器 刘海是专业 说不上专业 说不上专业 就是给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其实呢 如果要你做的人形机器人 你比如说他要吃一口饭 就是像我们人一样 或者拿个笔写一下 或者我们把一支哑铃举起来 然后你看我们要动用的关节有多少个 要十几个关节 那么我们看到所有的这些关节 那么它要完成的话 需要有三个特点 一个呢就是要精准 一个呢要有劲 再一个呢还要结构简单 结构简单你才能把它做得足够小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 就是人们就用了这样的一个减速机构 就是波形的 它一个两个去宣波 对它就是说能够实现什么呢 就是高速和低速的减速的时候呢 你非常大的减速比 对 也就是说里面呢 是一个柔性的一个小尺 一个齿轮 然后呢它是在一个椭圆形的 一个一个转子波形的转动 然后呢和外面的这个齿轮呢 最后呢它这个裂合的时候呢 是开合开合 这样的话呢导致的这个传动是什么呢 比如说你这块非常快的转速 然后呢到了这个输出端的话呢 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慢的转速 就能够实现我们手 胳膊这样的运动 这块是一个高速的电机带动的 所以呢它是这样的一个设施 这样一个设施呢 由于它要求结构简单 但是呢要求特别的精准 就刚才说的一个减速器啊 如果我们刚才看过麦克尔杰克逊的演唱 是个机器舞是吧 这个就是它只转几个动作 你要如果你一个人形机器人在你面前 老是哐哐你就很害怕吧 但是它可以做到无级变速 像人一样 可以做到无级变速 这个无级变速怎么转动呢 就是那个斜波减速器 所以那是个核心吧 所以当这个技术发明出来过以后 它什么时候大规模普及 这是规模经济的问题了 所以在这个里边有两个原理 一个是技术原理要突破 把这种不是无级变速的 变成无级变速 这可明白吧 要不然机器人老在你面前跳舞 那不就是结合训了吗 虽然也很火 当然另外一个问题了 但是变得像人就在运动自如 所以这个东西这是技术功课 但是技术功课以后还不行 它很贵啊 那你得比如说我生产两个 和生产一万个成本是不一样的 其实这个工业产品呢 从小规模的生产 到大规模的应用是不一样的 中间有很多的技术难点 是需要突破的 您认为这个人形机器人 有哪些技术难点 现在是极需要突破的 人形机器人 当然除了这个机械的部分以外 本质上还是在互动 明白什么互动 我能照顾老人 你怎么能理解老人的谈话呀 怎么照顾小孩 怎么能够 比如说帮小孩洗澡 怎么做呀 所以这些智能化的部分 依然是不完善 这个智能化的部分 智能化的部分 如果完善过以后 它怎么进入家庭 它怎么进入各种社会角色 比如说我们当然还问 这个机器人看老人 算不算你尽孝心 等等等等 一些的问题都来了 就机器人的孝心问题 这么解决 这是伦理 那机器人看小孩 他给这个孩子来唱歌 唱儿歌这种东西 算不算妈妈的伴陪 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 这叫伦理问题 那这伦理问题也要突破 就机器人的应用领域 一个是技术的环节 刚才要突破 第二个是经济的环节 经济 你得规模经济 才大家能用得起 第三个还有伦理 所以我们很多人 也非常期待着 这个人形机器人 能够走进千家万户 特斯拉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 在8月份的股东大会上就说 说人形机器人擎天柱 可能将会在9月30号的时候 正式发布 这款机器人 就是既可以用于工业生产 也可以服务千家万户 那么未来人形机器人的 应用场景主要有哪些 能够承担哪些工作呢 来看一下 人形机器人主要有两大阵营 一类是用于居家看护的 人类接触友好型机器人 日本企业曾经推出过 两款代表性的产品 一款是软银的Reaper 一款是本田的阿希姆 而另一类则是以波士顿 动力的阿特拉斯为代表 这类机器人往往具有 非常强的弹跳能力 抗击打能力 它的运动协调性也特别好 主要是适用于户外的 一些搬运物流 还有一些相对高危的环境下 代替人工 以及在一些野外的军事用途等等 今年8月 特斯拉也高调进入机器人市场 马斯克表示 特斯拉的人形机器人 Optimus晴田柱 将于9月30号正式发布 并将于2023年投产 马斯克宣称 他的机器人将替代人们从事 重复枯燥 具有危险性的工作 远景目标是让其服务于千家万户 比如做饭 修剪草坪 照顾老人等 刚才他说比一辆车可能还要便宜 那么真的是足够便宜 就一定能够走进千家万户吗 价格是最核心的问题吗 价格当然还是一个重要的部分 它是不是核心 我有所知就行 所以这个机器人性机器人的价格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规模经济 要足够的量 那么第二个还是我说的 它的功能完不完善 功能 它在应用场景 是不是可以取代它应有的价值 那么一般来说 如果仅仅会唱歌的人型机器人 你要卖一百万 想象太贵了 但是你要如果说 能做复杂工作的人型机器人 我觉得一百万也可以值 所以这个价格不是主要的因素 看它的价值 其实你这么理解 就是如果要是一台纯电汽车 它实现了自动驾驶以后 它就是一台标准的服务机器人 对 对吧 因为它的结构构成和机器人 是基本差不多的 无非是控制系统 对吧 讲得不够人形 减速系统 然后加上四伏电机 就是无非是这样的结构构成 那么现在来看的话 就是减速机这一部分和四伏电机这些 如果你要做到小型化 更加的精准化 的确是在技术上的话 会有一些突破 然后由于你的量产还不够 所以价格成本比较高 然后感知和运算算法 这些方面 应该说它是和整个的AI的进展 和算法的话是同步的 也就是说我们在其他领域 我们算法能够做到什么 AI能够做到什么 完全可以移植到 这个人形机器人里面 所以平静的话 应该主要还是在机械部分 如果要是能够 也不完全 也不完全 对 你比如说一百万 我们人形机器人 如果摸的它的手 真像人的皮肤一样 那可能就不止一百万了 就是它光对皮肤的功课 叫人造皮肤的功课 那就更贵了 成本就很高 所以你看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正在播出的央视财经评论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数据显示 2022年全球机器人市场规模 将会超过3500亿元 预计到2030年 这个数字将会增长到1.7万亿元 虽然人形机器人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 也还没有真正成熟落地的产品 但是伴随着人工智能 大数据 云计算等等技术的发展 以及图像识别 深度学习 等等智能技术的不断成熟 人形机器人的发展 有了更好的环境 同时 多家科技巨头的加入 也可能会倒逼技术的快速进步 那么 到底谁能率先突围 人形机器人又将在何时 走进普通人的生活 我们就交给时间 来验程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 也感谢二位嘉宾 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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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